几年后最流行的客厅 大人早出晚归 家里的四五六每天上学 客厅黄金位置白白浪费 东西太多 收纳太少 时间久了凌乱不堪 关键是客厅活动区域太少 不如这样改 一 用钢架做主架结构 下面用不锈钢立柱做支撑 中间在焊接几根短的 找二舅妈借几十块钱 买几根膨胀螺栓 把它牢牢地固定在墙上 L脚钢背对背焊接 上面铺上木辣油纸接板 就算是二舅家在凶狠的母老虎在上面狂奔 也能纹丝不动 两边做四个大抽屉 就是存储零食的小天地 中间木合做台阶 抽屉收纳孩子经常玩的玩具 上面掀开盖板 增加储物空间 拿取也方便 二 地台上面做满墙书柜 书籍可以分类手拿 如果怕藏灰 上面加上玻璃门 防尘又好看 高处的东西 就算是老婆这样1.5米的个子 也能轻松拿去 摆上懒人沙发 就是一个休闲阅读角 可以席地而坐 增加休息区域 三 阳台红砖器地台和水池边框 建筑垃圾回田 水泥沙浆粉瓶 上面盖上防腐地板 就是地台 里面一定要做好防水 外贴绝世白大理石 放满干净水 圈儿就池塘挖几个莲藕养 很快就长出了漂亮的荷叶和荷花 放几条鱼养着 老婆在家也能吃上新鲜的莲碰荷鱼了 四 阳台中间装凉衣杆 影响采光通风 而是一道侧面 七个棕合柜 右边嵌入洗衣机 中间放常用生活物品 左边拖把池 老公开开心心打扫卫生 外面关上窗帘是独立阳台 打开更显空间开阔 五 圆墙面刮白再挖一个洞 连投影幕布的钱都上了 配上层板和灯光 简单又好看 几块木板一搭就是简单落地电视柜 文学名著随便放 再去网上买个茶台 平时就是孩子的学习区 一到阳台还可以和老公喝喝茶 看看油油的雨 这样的客厅功能齐全 活动空间大 满足一家老小的日常